那昨天大家不是在讨论说博爱座让座的问题吗 当时发文的作家李昂 他指控捷运上年轻女孩没有让他坐 甚至无视他的话 但其中一位被他拍照的女学生 在社群评论上面Dcar解释了 他还原了当时的状况 这女学生说李昂当时说他身体不舒服 那李昂也说他看不出坐在博爱座上的这些人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女学生反驳 反而是李昂他当时涂了桃红色的口红 看起来气色比他们还要好 那至于李昂他昨天还有说 其实他有问这些坐在博爱座上面的学生们 可不可以让他坐 这女学生说不是这样子 他自言自语 我再试一次看谁要让坐给我 他说这是李昂自己在捷运上面当时说的话 那现在甚至就觉得自己这样子被李昂拍照 是不是有触犯肖像权 他可能不排除要提高 博爱座谁能坐 就算只剩一个博爱座的位置 这位女乘客宁可站在博爱座前坚忍不拔 即使是老先生上了车呢 也是先找一般座位坐下来 博爱座先跳过 博爱座成了如坐针毡没人敢坐吗 就在李昂拍照发文 痛批有人不让博爱座给他 引发讨论后 李昂21号傍晚发文 说自己真的不舒服去急诊 向大家喊话 人啊总有一天生病的时候 再想想过去是怎么说别人的 疑似被他拍照点名的女乘客呢 上网发文还原当时情景 李昂当时自言自语 我再试一次看谁要让坐给我 这是不爱坐 没有人要让坐给我 他并非告知大家身体不舒服 希望让坐 北捷的不爱坐 谁能坐得心安理得呢 告示板上写着 优先礼让给需要的乘客 那谁是需要的人呢 一定是年纪大的长辈吗 博福部表示 已经提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要把不爱坐提供给老幼妇孺的规定 改成提供给身心障碍者 及其他有需要的人 交通部表示 修法一过 大众运输工具跟着坐 然后他们会在有15%的位置 那这个法定是在卫物部 那我个人是觉得是可以检讨 还有可能有很多人 可能身体不舒服等等的 不爱坐是不爱坐阿伯爱坐 还是婆爱坐老婆婆才能坐呢 全看需不需要 不爱坐别让推着婴儿车的妈妈 不好意思坐 人在坐天在看 谁都不必坐立难安 华视新闻华美会方青年台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